那个连破三界救下108名罗汉娃的和尚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的发言 让无数国人集体破防 他们也有人问过我 我觉得我们佛教的最大的避讳就是见死不救 2008年5月12日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瞬间席卷了整个汶川 让十方式妇幼保健院内 马上要待产的20多位孕妇和部分新生儿左头无路 此时的医院已经摇摇欲坠 变成地震危防 孕妇们必须立刻转移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院长突然想到不远处的罗汉寺受到的影响最小 而且还有大片空地可以提供给孕妇生产 可按理说佛门重地 让他们破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绝望中院长只能硬着头皮找住持宿全法师求救 起初宿全法师也左右为难 毕竟出家人规矩森严 不能进女色更不能见血腥 可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 让肃权法师在深思熟虑之后 决定冒着将寺院百年来的口碑和生育毁于一旦的风险 也要破戒受留这些孕妇 就这样肃权法师顶着巨大的压力冲破世俗的束缚 让二十多位孕妇入寺产子 大开佛门后 罗汉寺收留了一千四百七十六名受灾群众 为了保证孕妇在内的灾民们能在罗汉寺平平安安的避难 宿全法师命员将寺内的五百条棉被和三百张床全部拿给他们使用 就连修建寺院用的木材 废旧的门窗都搬了出来 给孕妇们搭建临时帐篷 不仅如此 宿全法师还定下三个临时寺规 第一无条件接收所有代产孕妇 第二无条件提供饮食生活 第三无条件提供灾民居住生活物资 帐篷 食品 然后我们的蔬菜 还有米 还有水 还有这些别人捐赠的衣物 都给拿到家人家住在一起 同时寺院还承担了三千人的饮食供应 为医护人员灾民和志愿者提供一日三餐 而僧人们却打着雨伞 在寺院大电空地上 连续打坐了三个夜晚 然而寺院里都是粗茶淡饭 孕妇们的营养肯定跟不上 再三思索后 宿全法师跪在佛祖面前忏悔 炖物后批准在寺内杀鸡炖肉 但僧人一直以来吃的都是斋饭 闻见昏腥的味道就呕吐 宿全法师就一个人强忍着不适 在厨房咬牙坚持 为灾民安排伙食 可无漏偏逢连夜雨 暴雨的来临让孕妇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这时法师立即决定 把给佛像党羽的棚子拆下来让给孕妇用 结果遭到很多僧人的反对 但宿全法师却说 先管活人再说你一下 5月13号凌晨 有孕妇要生了 罗汉寺摘堂的饭桌成为了临时手术台 几只手电筒充当了手术室的无影灯 随着婴儿的啼哭声 地震后十方的第一个婴儿降生在千年古差的摘堂里 六经九两是个女孩 宿全法师给她取名唐正文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随着第一个罗汉娃的降生 后面又陆续出生了107个孩子 一共出生了108个孩子 正好对应着罗汉寺壁画上的108罗汉 所以这些孩子被亲切地称为罗汉娃 在灾后的三个多月里 两岸四地佛教界通过各种渠道来到十方 给予了灾区人民大量无私的援助 这也是108罗汉娃能够创造生命奇迹的助援之一 三年后108位孩子的母亲 用孩子出生时的墙宝 给肃权法师缝制了百耐衣 而这件百耐衣无疑是承载着 108位罗汉妈妈对肃权法师的祝福和感恩 而肃权法师也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全舍 何为真正的慈悲心肠 我们就给灾难的众生以光明 我们的力量有限 但是在那个时候 只要你有萤火虫那么一点光明 都能温暖自己照亮别人